人工智慧的視覺感測技術開發 不是我們國中小學生輕易能做的 但感測後的應用 是我們可以嘗試的 以畫面中的這個設備 就是兩顆似乎馬達 加上可以左右上下轉動的雲台 利用視覺感測鏡頭 測得物體坐標 搭配Arduino開發板與程式 來控制馬達轉向 做出可自動追蹤物體的一個設備 畫面中 視覺感測鏡頭 會追蹤黃色物體 當黃色物體移動時 感測鏡頭也會給予坐標 讓雲台轉向 使鏡頭能跟隨物體移動 以免物體會超出鏡頭可視的角度